今次的單位 實用面積590平方呎 屋主主張靈活實用至上 所以要求設計師打造一個 可以一次過滿足到 不同家庭成員的日常需要 集多功能用途於一身的倭居 謝文欣、Elly 歌手兼節目主持 不知唱歌了得的她 對於她的Dream House 又會選擇走甚麼設計路線呢 我家是想先實用走 因為我個人有很多雜物 又很喜歡買衣服 所以我覺得我家裡 需要很多儲物空間 因為平時真的有太多雜物 很想到處都可以伸手開到一個櫃桶 然後放雜物進去 眼不見為乾淨 整個屋整體來說清潔一點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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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首先可以省位 而且可以看著家人煮食 自己的廚藝便可以提升 為何可以把一個開揚的廚房分間成獨立空間 我們只要在客飯廳加一托舌門 來分間兩個空間 男戶主在廚房開派對 女戶主在客廳看電視 大家就不會受到影響 黑色托門後就是客廳的位置 客廳一樣用白色來做主色調 對應整間屋實用的主題 而原本廚房入口位 也改建成一個可以擺放鋼琴的地方 除了成為客廳一部分之外 也可以成為一個私人的音樂空間 而沙發後也做了一個記憶櫃 可以擺放住屋主和家人的珍貴旅行回憶 成為一間屋的焦點之一 文欣, 你的Dream House 客廳你想擺放什麼呢? 我的Dream House客廳 我覺得一定有一張巨型的沙發 因為平日我很喜歡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有一張巨型沙發 可以大家一起坐著看電視 自己的時候又可以躺在這裡睡覺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主人房貫徹了全屋實用的風格 做了地台床增加儲物空間 為了令房間不會太白太乾 在其他物料上也用了柔和的淺木色 整個感覺就很溫和 你喜歡有這些地台床嗎? 其實我覺得地台床很適合我 因為我真的有很多東西 但我平日又喜歡睡一些有床加的床 因為它跟地板的距離比較闊 即是比較遠一點 空間就真的沒有那麼壓迫 在主人房旁邊的空間 做了一個挺大的衣帽間 在特大衣櫃裡 也提供了大量的儲物空間 可以擺放五項季節的服飾 你需要不需要一個衣帽間嗎? 其實我也很想有一個衣帽間 如果家裡有這麼多位置 但如果我有一個這樣的衣帽間 我希望可以擺幾塊鏡子 我換完衣服之後 就可以照鏡子再出門,好嗎? 好,謝謝 設計這個單位遇到最大的難題 就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間 滿足各成員的需要 這個單位的原則是 一個三房一次的間隔 經過修改之後 變成四房兩次的間隔 應屋主的要求 為了方便照顧老人家之餘 又繼續保持私隱度 所以我決定用拖門 來隔開三個空間 只要一打開之後 它們就會變成一個特大空間 這間屋設計的連裝修 大概是90萬元 文欣,整間屋最吸引到你在哪個地方 我覺得最吸引到我的部分 就是在房間裡面的地台 因為進去後 看到很多櫃子在地上 真的適合我 因為我平時真的有很多雜物 需要處理 可以馬上擠出雜物進去 眼不見為乾淨,完美 掰掰 我們下場隔IC系統 大聲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